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专程也是飞过去 为我们加油 支持我们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参赛的球员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精神上的鼓励 对 我觉得这就体现了时代的不同了 就像我们那时候打球的时候 更多的是当地的华人 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当地的华人 或者是在本国的华人 然后在不同的城市 然后他们会过来 然后支持我们的比赛 但是那个时候还相对比较少 是从国内飞过去 毕竟那个时候的经济还没有那么好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时代的不同 时代的变化 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现在的 这样巨大的这种发展 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去飞过去 然后支持我们的球员 支持他喜欢的偶像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看到 我们国家的进步 所以说我觉得也正是有 这么多球迷们 从全世界各地飞到南非德班 带给我们国拼支持 他们也非常顺利的 虽然今天决赛 男女单决赛还没有打 但我们已经提前包揽了 五项的冠军 对 尤其是在昨天 男双女双比赛结束之后 都是中国组合 击败了来自韩国的组合 拿下了冠军 然后莎莎也是在半决赛当中 击败了早田希娜 这样的话也是提前锁定了 女单项目的冠军 两位老师应该也有看昨天的比赛 就是觉得我们国拼提前包揽五怪 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证明了 我们国拼的整体的一个实力 因为这个从我们抽签的时候 当时我也参加了 当时一看咱们整个的单打 包括双打 整个这种布局抽签的形式 是非常好的 每个区域当中 都有我们国拼的队员来把守 其实对于我们国拼队员来说 刚开始比赛的时候 没有说一上来我要拿冠军 或者是什么样的成绩 其实第一目标是 先不输给外国人 不输给外协会的运动员 这样的话 达到这个目标 不就能够包揽前四了吗 只要我们不在一条线当中 是吧 这种像马龙和林高远 巴金斯的碰撞 如果说巴金斯都对外协会的 我们都顺利都能进到前四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整体的一个实力 然后再加上抽签 整个的也是分布的比较均匀 包括昨天的比赛 其实看着也是非常的激动 特别女双这场比赛当中 虽然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晚了 但是我觉得在场上的陈梦 王一迪都是拼尽全力 而且特别做好了一些困难的准备 战术的运用特别的恰当 所以比赛也是一直是比较顺利 最后拿下比赛 国中指导也是陪伴我们到深夜 到深夜看这场比赛 那戴亚萍老师 我觉得没有悬念吧 我觉得国正刚才说的太客气了 是不是 我觉得中国队出去就是包的 我们那个年代是七项 打七项 然后对于主力队员来讲 对于体能的要求和分配 确实是比较严苛的 现在来讲我们分开了团体赛一年 然后单项一年 那么我们队员可以很好的去集中在 关注在自己的单项当中 或者是去集中打好团体赛 所以我想这个更加有利于我们的队员的 对于精力的这种分配和体能的分配上 那么再对相对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我们整体中国队的实力 尤其是单项比赛 这个还跟奥运会不太一样 奥运会呢它是限制名额的 咱们试锦赛的话呢 这个五个也足够了 以前是七个人参加 我以前还要多 要多 七个人 我们那个年代还要多 还不止七个 我们连续是七个人参加 我们可以报到十个 十一个 我们可以报到很多 真的 就几乎我认为没有选年 就完全看对手他们怎么样吧 我们自己没有问题 但是去看对手他们那个时候的能力 和对我们他们能不能发挥超水平的这种能力 我是觉得整体来讲 我还是觉得我们是有绝对的实力 但其实刚刚国政指导也提到了 我们抽签的时候 大部分的抽签签运还是不错的 但唯一有一个就是男双 因为咱们的这个种子排位 其实没有占据到前四个种子 我们的双林组合 所以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提前相遇了 对 但是我们的另外一对男双 也是非常争气 面对另外的有两对韩国那双组合 进入四强的这个状况 也是最后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比赛 蒋马哥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首先在这次的分组当中 可能柳成敏吧 可能是他的这个手 神手 把我们中国队的两队组合 是抽到了一起 那么这可能也是五个单项当中 其实最差的一个签位吧 那么但是在这次比赛当中 首先我们虽然是抽到了一个半区 一个小半区 四分之一区 应该说呢 樊振东 王主钦 以及林高远 林世东呢 顺利会师 这首先说我们没有输外战 第二呢就是说碰到了两队 被我们誉为特别重要 或者实力非常强大的 韩国组合赵大成 李上珠 以及最终的决赛的对手 张宇震和林仲勋 而且最终呢也是非常轻松吧 其实看似轻松 但背后其实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吧 应该说在昨天晚上 也给我们送来了好消息吧 所以说也是 每一个队员都非常的争气 然后基本上 就是基本上我们在 对外战的这个胜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也拿下了我们的 顺利拿下了我们的五冠 然后当中其实也不乏一些 三线作战的队员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 这其中就包括 我们今天晚上即将看到的孙颖莎 她其实也是三线作战 在之前已经拿下了混双的冠军 那在女单赛场上 孙颖莎的表现 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首先看到的是 因为孙颖莎是这个头号种子 头号种子 所以说她在六十四分之一决赛 首轮是轮空的 她的首场比赛 就是在三十二分之一决赛 也是四比零取胜 应该说莎莎呢 在这次的晋级制度当中呢 觉得很多的球迷也在总结 说莎莎碰到了几乎各种打法 比如说安威列索尔嘉呢 反手是防弧的胶皮 后面碰到了韩盈 萧球 包括打了这个右手横板选手 以及左手横板选手 来自罗马尼亚的萨玛拉 萨玛拉呢 在之前的大门冠比赛当中呢 是战胜过陈梦 所以说很全面 罗马尼亚还是一个传统的强队 在以前来讲 当然我觉得它断带了 就在我们那个年代呢 曾经有过好球员 曾经有过好球员 但是后来它就没有在 更多的好的球员的出现了 其实在前几年呢 欧洲女线这边呢 一个是德国队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萨玛拉呀 然后斯多克斯啊 然后还有一个 也是那样 对 还是欧洲的一个传统强队 对 传统强队 但是对中国队的这种冲击力 可能就像亚平老师所说 他不如之前戴口打 断带了 其实更多的冲击 还是来自于很多的亚洲 是的 尤其是女子这边啊 我们看到八分之一 其实那场比赛 看似是四比零的比分 但其实申右斌表现的是 非常不错的 是在就是基本上 每一局的这个比分 都是紧咬 然后到最后局末的时候 才温朱胜负的 然后韩盈呢 应该说韩盈姐 在这场比赛当中 作为一个削球手吧 可能把自己打成了 一个攻球手 通过改变这种节奏啊 然后去破坏莎莎的 这种节奏 包括在反守卫啊 变成了一个 升腰快攻型 打法的选手 弹击命中率非常高 这也是被迫的 主要是肖实在 得不了分 对 给冲的 哦就是 这场比赛 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 韩盈也说啊 确实输的就是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心服口服 对 心服口服 都改变打法了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 看到的半决赛 和早田希娜的比赛 早田希娜呢 应该说 在这次的抽签当中 我们的女单签尾 还是非常理想的 也就是 如果是早田希娜 或者是外界选手 那么她打到 八进四的时候 她肯定要碰到 一位中国队的选手 嗯 所以早田希娜 是在四分之一 决赛的时候 是战胜了大敌 嗯 应该说 还是展现出了 非常不错的实力 因为内场球 打得确实漂亮 打到决胜局 21比10 非常高的比分 嗯 大敌连获赛点 对 好像八个没拿 好像说她稳 就是八个赛点 九个 好像是八个九个 哦 这早田希娜呢 也获得了加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孙颖沙的晋级之路 那其实孙颖沙 整体上而言啊 她的这个发挥 还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 4比0 4比1 这样的比分去胜 这一次也是孙颖沙第二次 又就是继上一次 休斯顿时评赛之后 再一次来到了 时评赛的女单决赛 嗯 两位老师如何评价 莎莎这一路 竞技道路上的表现 很顺 嗯 我先说吧 我觉得 嗯 莎莎这两年 其实整体的还是 有明显的一个进步吧 对 包括从一路走过来 从东京的奥运会 包括到了 休斯顿的 这个施景赛 是吧 这个 再到这一次 我觉得整体的 人要比以前更成熟了一些 包括应对各种各样的这种对手 其实他的实力展现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不同的对手 不同的冲击 他都能够很从容的 这种去面对 我觉得这个和他平时的这种训练 也是密不可分的 他练的话 不仅仅是右手横板 左手横板 可能还有萧球 颗粒 升胶等等 都要去练 这也证明了咱们莎莎的综合的实力 有明显的这种提升 亚平老师呢 我觉得莎莎在整体来讲 我赞同刚才那个国正说的 就是越来越成熟了 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打法 好像有一点点飘移 有一点点飘移 我是觉得他其实 他的特点非常的明确 就是正手非常好 所以他打萧球啊 打克里耶这种东西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相对来讲 他的相持能力和他的力量 可能是他的短板 相对 只是相对 所以说呢 到底是用你的更锋芒的东西 去攻破那个盾呢 就好比是一个锚和盾的关系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就标准的是一场 锚和盾的关系 对了 锚就是顺影杀 盾就是沉梦 其实今天会非常的精彩 这场比赛取决于谁更厉害 这个锚更厉害呢 还是盾更厉害 我觉得其实看这场球 其实主要是看在这两点 可能老师们刚刚说的 更多是这个技战术层面 那我就想说一点 这个心态层面上的 这个其实莎莎之前的 在21年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东京和休斯敦 连续两次在决赛当中失利嘛 对 那他两年之后 再一次回到决赛的舞台上 他是头号种子 他其实一路 晋级道路也非常顺利 那他到决赛场上 因为两位老师也有很多 这个国际大赛经验嘛 那觉得到决赛场上 会不会心态有点点的 这个不一样呢 雅萍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我相信莎莎是抱着两年前的一见之仇而来的 因为毕竟谁都希望能够拿到视频赛的女单的冠军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 这是毫无疑问 是最最愿意 或者是第二大愿望 希望能拿到的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只有视频赛 还没有奥运会 因为奥运会才88年才开始 那所以说在我小时候打球的时候 我第一大愿望就是拿视频赛的女单冠军 当然如果能拿视频赛的团体 那就是荣耀 因为你代表中国队出战 那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所以说 女单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 单打都是非常重视的 那么两年前输掉了 那么相信一定是希望能够再通过两年的时间 能够重新拿回这个女单的这个冠军 所以我相信莎莎今天应该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 准备这场球 我相信她准了不仅仅准备了这两年的时间 更加是应该是她从开始学打球的那一刻开始 就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拭目以待 那就是国正指导和小马哥也是 也在这届比赛当中一直在看莎莎的比赛 觉得她状态怎么样 我觉得从莎莎 从刚才亚平老师那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莎莎其实在 我想有个问题问亚平老师 就是在大战之前 其实莎莎一路是顺风顺水 但是她有些局部 我们叫她掉线 就是在澳门冠军赛的时候 我们说莎莎习惯性打小球 但是韩英姐她突然的一个节奏的变化 一上来把莎莎给打乱了 所以取得了2比0的领先 后来是莎莎积极调整 然后三边逆转的 然后紧接着就面对着陈梦 面对陈梦的话 可能在接发球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漏洞 或者说跟之前新香 在跟陈梦比赛的时候有些不同 她输球了 那么在输球之后进入封闭训练 是不是这段时间她的输球 反而能帮助她更好的来备战 接下来的德班式平台 会想得更细一些 你说的特别对 我是觉得这个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大赛之前 是希望能够让自己输一点球 当然其实不是说是主动让自己输球 其实是我们是因为输球了 给自己更大的提醒 和需要更加去加倍地去关注 在我输球的那个点上 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 就是在96年奥运会之前 年初的时候那段时间一直在输球 其实我有一度怀疑了 开始怀疑自己了 因为我输球输的是很少的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输球了 所以给自己更加地提醒 包括在输球的那个点上 需要更加地去提高和完善 所以也导致到了最后 奥运会还是正常地能够发挥 因为最后还是先信自己 还是坚定地相信自己 最终其实打的是这口气 同时因为前面 对于计战术的一些把握 和一些问题上的处理 我有更好的去关注到和调节了 所以最终还是拿了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相信莎莎她在前面输球 给她带来了更多的事 更多的困难的准备 其实就像亚萍老师说的一样 可能需要一点点的输球 或者说一点点的起伏 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和准备 那么我们女单决赛的 另一位运动员陈梦 其实在这届比赛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普遍觉得状态 是不是没有那么好 但她明显在这届比赛的后面 是越打越好的 那么来看一下陈梦的晋级之路 首先看到的是陈梦在第一轮 六十四分之一决赛 当然也是非常轻松地取胜了 陈梦在这次比赛当中 其实前面的对手 你比方说 尤斯拉和尔米这名选手 在埃及 他现在应该是 介于三到四号的主力选手 他其实前面碰到的这种威胁 这并不是很大 包括和下一轮的选手 这是苏塔西尼的 应该是妹妹还是姐姐 然后萨维塔布特 基尼帕 这是泰国队的大概三号吧 所以说他前面碰到的对手 其实实力上 不足以给陈梦带来这种威胁 就是慢慢地 其实打到后面 碰到了这种纸板颗粒快攻打法的 正交快攻打法的 德国老将战晓纳 然后慢慢地开始 他的状态一点点往上拉 其实陈梦呢 已经是第六次参加单枪直冲赛 然后单打呢 是第五次参加 其实亚平老师 您是95和97 还是未免连贯的 所以说91年也参加 包括89 然后打了很多戒了 是不是已经早已形成了 自己的备战节奏 对 是这样的 这个91拿了女单 然后95 97 那么其实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这个准备比赛的一套完整的习惯 然后包括怎么训练 怎么去比赛 怎么去准备自己的体力 然后包括心态 所以我想这个陈梦作为一个老将了 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对于大赛的这样的对自己的这个把控 我觉得其实就是场上对于自己的一种实力也好 包括这个发挥也好 包括对手的研究也好 我们要在多个维度对于去自己去来把控自己 那所以说包括还有一个 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的调节的控制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情绪 有的时候情绪高一点很兴奋 有的时候情绪低一点相对来讲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发挥 但是对于一个顶尖运动员来讲 是不允许你有很大的情绪的波动 对 所以说这就是考验一个运动员是否成熟 是否成为一个真正的顶尖运动员 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 就是你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 情绪有时候是非常害人的 是的 所以你发现很多我们的中国运动员 你看他们表情并不很多 你看他们没有太多的面部表情 但有时候会给自己加油 是吧 鼓劲 但是你看 你看他会给自己加油鼓劲 但是你看他面部表情并不是太多 为什么呢 他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因为任何一个情绪可能会让大家带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波动 但更重要的是不想让对手看到自己 对了 是不想让对手看到自己在想什么 在出什么招 所以其实一个顶尖运动员很重要的是在情绪控制上 是的 我们刚刚也是看完了陈梦的晋级之路 当中也是在昨天半决赛是击败了队友陈幸彤 陈幸彤也是因为前面是经历一场七局苦战 其实本来大家说昨天肯定会打这场激烈 但是陈梦确实是状态更好一些 郭正恩老师有没有看昨天的比赛 昨天的比赛也是看了 也是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出色 其实从陈梦的整个的晋级之路来看 其实前几轮稍微的弱一点 但是从他这个队伊藤 牧原美优 牧原美优 其实特别跟牧原美优打的时候 其实还是给他逼到了一定的这个 4比2 点上面 一度让他是非常的难受 因为牧原美优跟他打的真的是拼得非常的凶 没有压力 是吧 我看他反手见球就发力 正手见球就快呆 没有任何这个简历的这种想法 所以说对于陈梦来说 还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又对伊藤 是吧 印象当中好像他跟伊藤好久没打过 三年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场球其实应该来说 也是他准备了很长时间 因为伊藤一直是作为我们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 都没有自己主要对手 谁在4比赛当中碰到了伊藤 一定要给他拿下 这是必须要完成的 一个使命 所以我觉得陈梦这两场球打完了以后 对他的自信的恢复 自信的马上的提升 有着很大的帮助 包括半决赛对到了陈信彤第一局 又输了的情况下 最后能够马上的这种去扭转回来 我觉得展现出他的奥运冠军的一个 整体的这种厚度和实力吧 而且是女单女双双线 双杀伊藤美城 对 这个还是很长士气的 对 然后咱们其实说到陈梦啊 他也是今天说冲击大满贯 又一次来冲击咱们大满贯 因为他是时隔4年 又一次回到了这个 世评赛的女单决赛当中 那如果他今天晚上能够取胜 他将成为咱们国评 女评的第6位大满贯 对 所以说作为我们的第一位大满贯 第一位大满贯得主 对 我是觉得这个 也是每一个运动员梦寐以求的吧 我们是一个一个小目标去完成的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从现在的排序 我相信毫无疑问是奥运会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是世锦赛 第三个的话是世界杯 我们讲三大赛 就是这个大满贯来讲 那现在陈梦可能缺一个世锦赛的女单 而且世锦赛的女单的含金量 有多时候可能还比奥运会会更高 因为相对来讲 他的对手会更多 七轮还好 对 他会对手会更多 因为奥运会整体参赛选手是有控制的 所以说呢 大家对看这个女单的冠军是非常重的 是非常重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会非常的精彩 一个呢是两年前输掉了 这个孙女莎 希望能够拿到这个这次的女单冠军 然后呢 陈梦呢 又是希望能够圆自己的一个大满贯的一个梦 我相信今天会拼得很 很血腥 但是这恰恰是希望我们观众乐意看到的 因为真正能给我们奉献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 毛和盾的比赛 而且也是有七年没有出现大满贯了 上一次还是在这个李约 丁宁夺冠之后他是拿到大满贯 小马费 其实现在呢 从亚平老师开始到后面 王楠老师 张一宁老师 李小霞老师 再到丁宁老师 实际上我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就是这五位老师现在已经可以组成一个团体 去参加时空赛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能够拿到这个大满贯 每一项赛事都拿到女单项目的冠军 其实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实力的一个认可 对 所以我们也想来看一看在半决赛赛后 孙颖莎和陈梦都说了些什么 看一看他们赛后的状态怎么样 最终进入到决赛了 可能决赛面对的仍然是自己的队友会怎么去准备呢 对 其实明天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嘛 其实我觉得还是尽情去展现最好自己吧 然后能够在赛场上去释放自己吧 我觉得还是不留遗憾就好了 不管结果如何吧 我觉得还是过程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 下一轮就是最终的决赛了 会和孙颖莎对阵 怎么去准备这个比赛呢 如果到现在想问孟姐 为明天的自己送上一句话会说也什么呢 拼尽全力吧 也希望决赛场上最后能努力到感动自己吧 600年活着的传承 高端白酒品牌水井房邀您为国球举杯 刚刚这个采访非常有意思啊 陈梦说希望努力到感动自己吧 对 亚平老师有没有过想努力到感动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做最坏的打算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打到最后一分 我觉得他用这种话的表表述我感觉啊 就是做最最艰苦的比赛的准备 拼尽全力 对 做最最最最困难的准备 毫无疑问是最顶尖的对手 而且又是队友有时候队友比赛之间挺难的 真的你不像对这个外国人打的时候 你比较放得开是吧 没有任何包括要赢的 但是有时候队内的时候吧 你毕竟还是队友是吧 稍微含兴点 对 稍微瘦着点是吧 但是你知道这个内心呢 是多么渴望就要赢的 内部和外部的这个挣扎和纠结 是 是有的 会有的 所以说但是呢 我觉得总体来讲 希望他们今天啊 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 打出自己的水平 因为毕竟他们两个人 现在我认为 包括我们现在其他的一些女线的队员 是代表着当今最高水平 代表最高水平 所以说怎么样能够给观众奉献一场 非常精彩的比赛 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对 其实这个我们非常期待 看到这样一场两个人之间 这个刚刚亚平老师说的 毛与顿之间的这个队拳 那么除了女单之外 男单这边 樊振东和王楚清 同样也是代表了 年轻的国评队员当中 两个最出色的佼佼者 对 两位老师 对于这个他们两个 近些年有没有什么 这个印象和感受 感觉 我先说 我觉得这个樊振东 通过这几年的比赛下来以后 我觉得还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不论是这种思想境界 包括内心的那种承受力 包括大赛的这种把控能力 要比以往更强了一些 特别是在东京奥运会 以后经历过了这种 半决赛的这种洗礼 因为半决赛也是非常的刺激 对吧 能够赢下来 然后又到了团体赛 能够为咱们中国队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一系列比赛下来以后 让他慢慢地越来越成熟 包括休斯顿终于圆梦 拿到了这种第一个的 四季赛的单打冠军 其实作为樊振东来说 在前几年也是国评 主要培养的 咱们的主要队员之一 对 然后其实给他寄予了很大希望 但是樊振东可能也是非常的努力 但是在从某些方面来说 肯定还不到那么火候 但通过了东京奥运 奥运包括 休斯顿十锦赛的洗礼以后 现在看他是越来越成熟 会变 在比赛当中 其实不会给太多对手的机会 所有东西都在自己的把控范围之内 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成熟 也越来越能够担当起 国拼 南队这个大棋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优秀的 另外对于王主卿来说 特别是这几年的变化 也是显著的提升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也是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不错 每一届的设计赛都有所收获 每一届设计赛都能让自己 金牌先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让自己的综合的能力 再一步一步的这种去提升 对吧 所以说今天这个我觉得 他能够进到决赛 可能跟他进一段的这种成绩的提升 包括世界排名的这种快速上涨 到第二位也是密不可分的 从比赛的整个来说 看他的技术上面 要比以前更加的厚实 以前感觉他是有冲击力 是吧 好的他能赢 但是同样跟他差不多了 甚至比他差一点 他有可能会输 显然什么 不稳定 但对于我们 中国队的队员来说 首先第一要的是稳定 是吧 高的我能赢 差的我一定不能输 这是底线 所以我觉得从这次比赛来说 包括今年的比赛来说 我觉得王主席在这方面 有了很大的提升 也是整体实力有了很大进步 也越来越自信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俩 今天的晚上的决赛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对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樊振东的晋级之路 前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 然后包括说在1%决赛 是战胜了秋堂 然后1%决赛是战胜了 来自非洲本土的 白鞠拳手 对 这都是 其实到后面也是越打越好了 这个是昨天的半决赛 是4比2击败的 昨天这两球打得是非常的漂亮 你看说在胸吻关系方面 我发现他的这种处理 以前要更加的成熟 包括 游刃有余 什么都该胸 什么都该稳 什么都该控 是吧 打得越来越像一个王者 在场上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通过掐住 梁静坤的中间背底线 限制了他的这种反手 位的这种连续的这种快撕 或者暴拧 效果是非常显著 昨天他这两球打得真的很暴力 不光是有这个速度 力量旋转 全体现在里面 对 我们刚刚也是看完了 樊振东的晋级之路 那其实这一届比赛 对于樊振东来说 是一次未免之战 就是上一届在休斯敦 他是拿到了南平项目的冠军 当时在夺冠之后 赛后采访 他就说觉得 这个世界冠军 对他来说不是终点 他还有更多的这个目标 要去继续前行和努力 那么现在他就迎来了 第一个这个目标 就是说未免 他的这个视频赛的南单冠军 今天他将面对王楚清 那其实戴亚平老师 之前也是啊 我们刚刚说过 在这种大赛当中 是屡屡的有这个好的成绩 那我就想知道说 在上一次比赛 同一个比赛 上一届当中 拿到了很好的成绩的时候 下一届 以未免冠军出战的时候 心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未免成功过了 这个我是觉得 心里特别想赢 但实际上来需要放下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需要去控制自己 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再去蝉脸 这毫无疑问 任何一个人都想 但是呢 我们不能在比赛的时候去想 我要蝉脸 我要蝉脸一定会输 所以说蝉脸那件事呢 放下 然后从头开始 这可能是作为一个未免冠军 最最需要把持好自己的一种心态 就是 打好每一分球 打好每一局球 打好每一场球 我觉得可能看起来 说起来特简单 但是做起来是真难 因为每个人都在拼 就是跟我们打的话呢 所有的对手都在搏 觉得赢我们就是赚的 输了我们很正常 但是我们呢 却可能会背负着一些压力 或者是一些包袱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 及时把自己的压力和包袱放下 这个可能很重要 如果我们背着这个包袱 我背着这个压力 你会很沉 你就放不开 然后呢会影响自己的发挥 所以我不如我们放下 但有时候放下这件事呢 也很难 是吧 因为明明天天训练的目标 就是为了冠军来的 我到了这一刻 这么容易放下嘛 所以这就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 需要不断地 一坎一个坎一个坎的过 一关一关的过 这种关对于高手来讲 必须要过 尤其是对于中国队的主力队员 特别是一号主力队员 他必须要过自己这关 因为你一定会被 全世界运动员会去研究你的 那同时不光是这个 外国人会研究 队友们自己互相也都会去研究的 因为你打到最后 往往可能就是自己跟自己打 那么对对手 包括我们队友之间 大家也都是在队内 其实也都知道 1 2 3 4 5 7 8 9 10 这个排序其实都知道的 但是你作为一号种子选手 和一号这个选手的时候呢 你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 刚才国正说的那个王者之气 我就是最棒的 最牛的 你要有这个实力 但这个东西不是装出来的 是一定是打出来的 一场一场 一场一场的胜利 拼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对于 樊振东来讲的话 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够 放下所有的这些 以往的成绩 以往的所谓的这种光环 放下自己的身段 然后去拼对手 因为今天的王楚清 非常的强大 就是雅萍老师的经验之大 而且感觉王楚清的这次比赛当中 包括昨天在转播当中 能明显感觉到 就是他一直在压着状态 这一点呢 确实没想到 也可能感觉到 他已经参加了这第三届 弹项时评赛的比赛了 明显是比前面的两届 要更加成熟 而且就看他滚双夺冠的时候 就感觉跟第一次夺冠一样 好像似乎没有任何背负 我要为免的这种压力 所以说他心态的这种把控 比以前要成熟了 所以我们说到王楚清 那我们就也来看一下 王楚清在南丹的晋级之路 这个是 我们来给大家播放一下 王楚清的晋级之路 其实王楚清 大家也都知道 他这次是已经在混双和男双 两个项目当中 都拿下冠军了 然后在这次比赛当中 他其实距离完成三冠王 就只差南丹这一个项目了 我们给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王楚清的南丹晋级之路 一轮碰到了塔西提的选手 这个肯定一般是 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 头两轮一般是会跟陌生的选手打 基本上之前都没见过 甚至可能都查不到 他的这种解说的视频 这种比赛的这种视频 因为他现在事业排名第二 排名比上一届要高出了很多 上一届的时候可能还是在十几 对 所以说他的抽签啊 纤维啊都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他现在作为二号种子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其实他在第二轮的时候 就已经遇到了来自日本选手的挑战 对 互上存抚 也是号称王楚清的小迷弟 互上的最近的表现也是不错 也刚获得他们日本能够里面赛的冠军 他在日本国内是表现非常出色的 觉得他是赢了张本 对 可以平衡大会 战胜张本之合之后啊 可能想 我们能够想到说王楚清在第二轮 就遇到这样比较强的对手 会不会受到一些挑战 但是王楚清的表现 还是非常非常的稳定 对 明显能感觉到王楚清的对本次比赛 他是做足了这种困难的准备 所以从一开始 一直在压制状态 而且从比赛当中 明显感觉到他很专注地投入到比赛当中 而且其实刚才亚平老师也讲到了 就是在比赛当中 可能到决赛了 真的到了王者对决的时候 可能考验的就是 你两名选手 本身他们自己的这种心态 可能打外国选手的时候 可能就像亚平老师自己所说 之前所讲到的一样 那我平常一直在疯狂地练习 一直在疯狂地加练 我凭什么赢不了你 但是呢 在打队友的时候就不这么想了 我是在加练 我的队友也在加练 甚至有可能 他偷着可能比我练的还要多 对 我们 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 王主钦也是4比0 战胜了葡萄牙选手 四分之一呢 是对阵来自丹麦的安德斯林德 也是4比1取胜 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 王主钦呢 其实在刚开场 适应了林德的这种反手吧 这种衔接 他这种特点 特长还是在他的这种反手上 而且退台之后 他连续放了几个高球 王主钦呢 应该说扣杀吧 丢了几个 那么在半决赛当中呢 他遇到了自己的师兄 马龙 这场比赛相信 昨天也是球迷朋友们 都在关注的一场比赛 然后王主钦最终也是4比1取胜 因为马龙呢 已经是世平赛的 南丹的三冠王了 所以这场比赛 对于王主钦来说 看似是4比1的一个比分 但是想赢下来 难度其实不小 同队对于这种比赛 这种节奏的这种把控 其实是非常非常到位 当然呢 这场比赛也体现出了 王主钦在反手位 半台的这种雄厚的实力 包括昨天国正指导也说了 在这种反手位这种衔接上 也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国正指导这届比赛 也看了很多王主钦的比赛 包括这个男单男双的比赛 都看了 然后国正指导觉得 这届比赛 王主钦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从目前来说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 把他所有的潜力 我觉得都已经激发出来了 特别是在 我相信在蜂蜜训练当中 他们练的一些技术 积累的一些 这个技战术的能力 应该从我们的这一次比赛当中 完美地释放出来了 无论是双打还是混双 都比之前有很大的这种进步 包括昨天对马龙这场球的时候 其实马龙是准备得非常的充分 一上来整个的战术 运用的也是非常的恰当 很明确 我就要想从你的正手中间去突破 前半局的时候 可能王主钦稍微地应变了慢点 但半局过后 特别在7比9落后 非常果端地盯了几个正手以后 马上局面改变了 以下把自己的整体的好的一些 反手的优势马上就能体现出来 所以把比赛也能够 控制在自己的方位之内 我觉得还是真的值得肯定和表扬 那其实这些比赛 我们刚刚说的 他已经拿了两个项目的冠军 每一个项目都走到最后 这得打多少场比赛 他这个体能 是不是肯定会遭受很大的挑战 刚才亚同老师说了 之前他们打7项 先打团体 然后再打单打 双打很双 对 带想 我觉得总体来讲 我们有一个原则 当时我们打7项的时候 那时候训练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平常的训练的 身体的体能的量 是比赛的三倍 是三倍 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储备 然后因为比赛的时候 其实它的场次 不一定会像我们训练的这么密 但是它因为是高度的紧张 它需要乒乓球又需要算 算对手 算球我们讲 所以你加上你的紧张 加上压力 再加上你去算对手的时候 从第一场算到最后的时候 决赛要打7场 那就很累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有充足的体能 来保证我们的精力是足够的 因为最终我们其实打到最后 你发现是脑子累 不是身体累 是脑子累 因为为什么脑子累呢 因为你在算它 关注 对 所以现在分开了以后 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的冰方球 一直把我们的传统 我们是这个训练 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包括我们的时长 包括我们的质量 然后这些东西 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 都是很好的一个基本功 就是有这些功底作为打底 那其实就是取决于你的 这个临场的发挥 尤其是你的心态 所以我想其实王主钦 我也看到 这近一两年的变化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从双打入手 让我来看 它是从双打入手 然后是吧 双打19 19年吧 对吧 拉佩斯和马龙 然后马龙还是带着它 对了 所以给我感觉 它是从双打入手 然后开始展露头角 从双打打到混双 然后开始打到单打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徐徐渐进的 建立自信的一个过程 因为有的时候 当你拿了一个冠军的时候 和你没拿冠军是不同的 对 这完全不一样 你自信和心态都不一样 差很远了 对 你不管怎么样 你一个双打冠军垫底了 我们有一句话 打球的所有人 就是如果冰棒球运动员 你没拿过世界冠军 就不叫打球 我现在世界冠军一百多位了 这个是给咱们这个国平的运动员 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对 就是一说 就是要打世界冠军 是必须我们好像 就是你打过冰棒球 就世界冠军的一个标准 但当然了 有的时候你上来 就拿单打是困难的 能抱团体也是困难的 你知道对内的竞争 是极其残酷的 没错 所以双打是很好的一个突破 当你有了双打了 有一块垫底了 你信心不一样了 你就更放下了 我也是这样的 因为我89年 我第一次参加市井赛的时候 我16岁 那次 我那次 第一次参加市井赛 我是跟乔红 我们两个人 我是先拿的双打 我是先拿的双打 所以说 拿完双打以后 我就是这种心态 先垫底了 自信了 有了一个冠军 垫底了 我这辈子打球 没白打 他这次就更是 如果体能上没问题的话 他这个男双和混双 都已经拿冠军了 更垫底了 我说 对 然后我们也看一看 昨天在半决赛赛后 其实王楚清战胜马龙之后 也是比较激动 我们来看一看赛后 樊振东和王楚清都说了些什么 明天就剩最后一场比赛了 对阵王楚清会怎么去准备呢 我觉得 现在刚打完 首先我觉得还是 先去好好休息 然后 包括把自己身体 然后一些 各方面吧 先去准备好 然后再去 面对王楚清 我觉得大家也非常熟悉了 然后 其实我也希望 自己在场上 也是最后一场球 能够去全力以赴 然后去不留遗憾地发挥 好吧 我觉得 自己现在非常的 兴奋 非常的开心 能进入到 世宁赛 单打的决赛 也是自己能扛到 世宁赛这个赛程的 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 我觉得这是在 打之前 根本不敢想的 我觉得既然 走到了这一步 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了 接下来的就是 去享受 这个决赛的舞台 以往只能通过 电视上 看台上去观看 这样的决赛 现在自己 也去全力以赴地 亲身经历 600年活着的传承 高端白酒品牌水井房 邀您为国球举杯 这个王楚勤非常有意思 整个人非常面无表情 非常冷静的 我现在非常兴奋 其实心脏 蹦蹦蹦蹦在跳 国正指导 也是平时 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 都会努力克制一下 自己内心的激动 是吧 我觉得可能 他是刚打完那场球 然后整个身心 却这些比较疲惫 确实像他所说的 没有想到 参加了三项 前面都打到了决赛 来了冠军 最后单打 也能到最后一天 最后一场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说到 自己的一个心里话 确实对于他来说 每一项都是 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了 多线作战 也都是取得了 其实挺不容易的 打三项 对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 比较好奇的问题 就是说 在不同的国家参加比赛 然后到了当地的场地之后 那对于国平运的员来说 现场的一些观众 或者说当地的一些气候 对于我们这个比赛的影响 大不大 这个一般来讲 都会提前去适应场地的 一般还要提前去导时差 尤其是市井赛 这样的大赛的话 我们一般会提前地相对使 有一些时间 甚至有时候我们 现在因为国力强大了 那么可能会更加早地 提前去这个地方去训练 或者不一定是这个城市 可能到别的这个城市 去适应性地训练 在那个地方练个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 我不知道这次他们去了没有 他们是提前一个星期 现在基本上是提前一个星期 可能奥运会的话 时间会更长 更长一点对吧 十多天半个月 对 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调整 整个对于这个环境 包括气候 还有包括导时差 因为这个大赛来讲的话 我们大家都会比较重视了 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 应该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是对于一个 好的运动员来讲 调节能力 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调节能力 不管你在这儿 吃不吃得惯 然后休息 休息得好 其实我们都要让自己 不管在哪儿都能吃得下去 然后在哪儿都能倒头就能睡 就是这样 其实一个好运动员 这个是个优秀的品质 对 其实现在决赛也要来了 我们前方记者 我们和他们做一个连线 来看一看 现在南非德班的气候 场地 以及我们国平运动员的准备情况 来 我们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小宇 哇 小宇 你好 你现在已经在场地里面了 是的 我现在就在 在现场 我在 我在 我就是 我就是在 比赛的现场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场地里面 观众啊 以及 整个这个场馆的情况吗 好的 主持 是这样 就是因为 在女单决赛 很快就要开始了 观众呢 其实在路途去去的进场 今天夺班的气候 其实是非常疑人的 气候呢 也非常让人非常地辛苦 那 就在女单决赛开始之前呢 在按照 按照整个比赛这个流程呢 会先为 本次参加比赛的 我们的国际运动员 王毅 颁发 这个 佛泽曼的 真评性器奖 我之后呢 目前就即将要进行 这么一个流程 其实 嗯 那据你观察啊 就是我们即将参加决赛的 几位国际运动员 他们的状态 现在是怎么样的 他们的备战和训练情况 又如何呢 好的 主持 据我观察呢 实际上 曾荣沙和 陈邦呢 其实是在 11点多 一点点的时候 就已经到达了训练场 两个人呢 其实在这一次都进行了 相对比较长时间的 身体的拉伸 包括我们的队一呢 也都分别为两位队员呢 就进行了一些 关键部位的一些放松和治疗 从我个人观察来看呢 应该是这些天赛程呢 相对来说都比较密集 对于我们的队员呢 这个可能相对都积累了 一定的这个疲劳吧 之后呢 两个人都分别和自己的队友呢 进行了一些 也针对性的练习 好的 那也谢谢小宇 为我们带来这么一手的 这么新鲜的 来自南非德班的报道 你也辛苦了 谢谢小宇 好的主持人 我们也是看到这个 国民运动员们 真的这种大战即将来临的 这种现场了 而且它后面灯光要暗下来了 这个比赛 就是即将开始的这种感觉了 那我们刚刚也聊了这么多 现在给大家送点福利吧 那么有请我们的美女主播 李子柒 来给我们送上福利 好的 感谢几位老师 为我们带来的前瞻分析 也同时希望我们的中国的选手 能够在今天晚上的比赛当中 有着好的发挥 然后的巅峰对决了 相信两位老师 也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一样的去期待 今天晚间的两场对决吧 对啊 刚才我们前面 其实已经聊了很多了 我们非常期待今天 两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对 我们也知道 那现在已经是来到了 倒计时的阶段 相信我们的队员 已经进入到这种 备战的状态当中了 那两位也都是在 我们的顶级赛场上有过 非常多精彩表现的 那您在之前的 比赛的过程当中 这种决赛开始之前 自己是如何调节 这种节奏的呢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 其实在比赛之前的准备 都有自己的习惯的 我不知道国正在大赛前 怎么去准备 你是更安静呢 还是说更愿意 跟别人交流呢 还是 我应该属于更安静 更安静 安静 对 自己能够静下来 自己想想自己下面的对手 对 对 这个可能是大多数运动员 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我也是比赛之前的话呢 我是喜欢 除了这个热身 早早地去热身以外 然后呢 就是时尚来讲 在睡觉的过程当中 这一晚上 可能好像是 是在睡觉 但好像又是在 在思考这场球 乖怎么打 可能提前这种进入到比赛状态的周期要更长一些 没错 没错 然后比赛之前的话呢 肯定是完全的投入进去以后 包括要让自己非常的冷静 在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包括各种可能的出发的一种情况 我们都要去又预案 可能我们准备有一套战术 二套战术 三套战术 甚至于说 尽可能穷尽 这个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因为在场上比赛的过程当中 瞬息万变 我们那个时候比赛的时候 还没有暂停一说 我们那时候没有暂停 就一路打下去 最多就是场外的两分钟 就是每一局打完以后 有个场外 但是你知道 在自己打的时候 我们都是自己 教练不上场了 已经不下场了教练 所以说都靠我们自己 所以说我们在比赛之前 尤其是内战的时候 我们更要去做好充分的准备 就各种可能性 我们都要去做到 这样的一个准备 这样子 那说回到今天晚间的 两场的单打的对决 我们可以来先看一下 女单的这样的一个对决 那是陈梦对镇冰莎 两个人的技术特点 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区别的 那从技术的这种特点来说 亚萍姐觉得 陈梦的优势在哪 和孙永莎的优势在哪 对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 让我来看是毛雨 毛雨顿的对决 毛雨顿的对决 而且是毛雨顿的两个单代表作 就是这个孙永莎的话呢 让我来看她的正手 她的杀伤力 她的打球的锋芒 更加的这个厉害 那么对于这个陈梦来讲的话呢 是她的盾 就是她的这个多拍 包括她的相持能力 她的这种厚实程度 那么她的这个很厉害 所以说到底是这个刺能刺得破 这个盾呢 还是这个盾能够完全能挡得住这个毛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看点 主要在这个方面 就是看谁能够把自己 在最优那个部分 就是最擅长的得分手段 能够打出来 发挥出来 同时兼顾着变化 兼顾着变化 也许因为太熟了嘛 也许可能今天孙影杀 也可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要打相持以后 也要赢她 也要赢陈梦 对吧 那反过来陈梦兴想 我前三板也不差嘛 是吧 我也可以打前三板嘛 所以也许他俩的变化 也可能会用自己 并不完全 这个特长的那个部分去打 因为这都是 这个高手对决的时候的 对决定的变化 对了 所以今天一个是用 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一个同时的话就是变化 对 这个变化 然后他变你变不变 你不变 以不变应万变 也是一种战术 没错 你变我变也是一种战术 那完全取决于 你对场上的自己的研判 自己的把握 是吧 包括阅读比赛的这种把控力 所以这是完全要看自己 感受在场上的一种感受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的变化可能会很多 因为大家太熟了 没错 那这个时间呢 我们的两名国评选手 已经来到了后场去进行后场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可以把目光 一向前方来看一下 他们在赛前的那种备战的 这种筹备的感觉 看看是不是像两位老师 运动员的后场的通道 可能通常后场的位置都会偏暗一些 然后整体的那种 气氛呢也会偏静一些 大家都不敢去打扰 即将要进入到决赛赛场的选手们 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是 碎颖沙 这个时候可能通常运动员都会 还是更多地去考虑一下 自己的肌战术 这个时候 每个队员准备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相信就是最信任的人 比如说他的主管教练 比如说他的队友 体能教练 他这个时候可能多说两句话 对他心理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解压的方式 支持 没错 刚刚看到了是和碎颖沙的体能教练 应该是拿出了这种 锻炼的器材啊 弹力带 可能还是要做一下放松 各种热身的活动 就像刚才说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喜欢动 对吧 他可能有压力的时候 我动都能够释放出 是 有人喜欢听会儿音乐 对 这个其实在现在来说比较普遍 对 特别是听音乐能够解压 大家得到共识 亚萍姐那个时候 如果要听音乐还得带个随身听 我们那时候有 也是带随身听是吗 我们有 CD 没有那么 我们那个时候 我想随身听是有的 随身听 对 那您会在赛前也戴着这个耳机 听一下音乐吗 会的 会选择什么样的曲风呢 这个倒好像不是那么的在意 对于我来讲的话 可能 当然肯定不是特别柔的那种 肯定不是 就是从第一场听什么音乐 然后到最后一场还听着音乐 那倒霉没太在意 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喜欢听一点有激情的 调动自己 对 这个激情的 但是实际上来讲 听音乐已经不是主要在听音乐 你不是在享受听音乐的这样音乐给你带来一种旋利的美 不是 这个就是一种声音 然后让自己关闭 然后自己集中在要比赛的那个场景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这种感觉 这个至于听什么 你看我都记不住应该听什么样的音乐 其实是两种 一种是自己听 让自己保持安静 再一个是别人别跟我说话 是的 带着耳机别人说话 别人也不好意思 提示一下 现在大家都不要靠近我了 那我来专注的来准备一下晚间的比赛 尤其这个时候在哪 在大巴上 是不是这样 我们在大巴上一般来讲都是带着耳机 谁跟谁不说话的 知道 这个路上一路上 进入了一个状态 沉浸之关才 进入了一个状态上 知道 那我们的所有的球迷朋友 也是在等待着今天晚间的巅峰时刻 我们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比赛现场的情况